台北市政府从2015年开始 砸大前盖智慧型公车站牌 但截至今年10月 还有28座站牌没通电 最久的甚至摆放超过一年9个月 市议员王洪威就痛批 根本是把站牌当成装置艺术 这些站牌只好站在这边 穿着这个雨衣站在这边 好像台北市的一个装置型艺术一样 那么有的甚至长达一年9个月 都还没有办法通电 绿色帆布依旧包紧紧 助力在一般公车站旁 显得相当突兀 位在万华昆明街口的 这座智慧公车站牌 迟迟等不到接电 议员质疑北市府和台电沟通有障碍 事前会刊一点用处也没有 这个失措前的会刊记录 你可以看到很多单位都没有来 比如说其实最重要的新公处 当时连签名都没有签名 那所以这个会刊是假的吗 当时是配合人行道拓宽的工程 我们一起来施作的 那施作好了之后呢 那接着就是新公处有实施录品管制 那大概是台电当时并没有跟上录品管制的旗程 北市府急就张 凡是要求迅速完工 却没有配套措施 让原本变名的智慧公车站牌 因为没通电而变得不智慧 美意大打折扣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